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由国盟一党执政了33年的吉兰丹州 那在投票日前夕却突然宣布更换正副大臣的人选 一党总秘书达基尤丁今天表示 如果国盟能够保住吉兰丹州政选 他们将会换掉大臣跟副大臣的组合 也就是说原刃看守大臣阿摩耶古跟看守副大臣穆罕默阿玛都不会再连任 那达基尤丁表示 正副大臣的新组合将会由一名宗教领袖和一名技术官僚主义领袖所组成 来看一组选战快报 投票日前夕 一党紧急宣布更换单州大臣和副大臣组合立即引起热议 至于吉兰和邓家楼胜选之后的大臣人选 伊斯兰党总秘书达基尤丁表示 将会维持沙努西和阿末山苏里 但前提是必须先获得人民的委托 以及各州统治者的批准才可以 吉兰南堪首副大臣兼一党副主席穆罕默阿玛 早前发表的挖警论引起轩然大波之后 他昨晚再次捍卫自身言论 形容单州水攻问题就像是中风患者无法马上解决 穆罕默阿玛还说 就算换掉一党政府 国阵跟西蒙也无法解决单州水攻的问题 传闻一旦国盟迎下宾州政权 将会号召支持者明晚在光大一带展开大型集会 欢迎国盟入主光大 宾州警方发言人普苏帕纳登 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 尽管警方还没接到有关集会的消息 但警方会严正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